先前Synology就已經推出了WiFi6的RT660AX 我半年之前也有影片介紹過它 RT660AX在香港的售價大約是$2500左右 會是針對中小企業和商業用途 但是如果你覺得有點超過預算的話 或者新推出的RX560會更加適合你 因為它在價錢上更加親民 目前在香港的售價大約是$1800左右 比起現在旗艦級的RT660AX便宜了$700 即便宜了$28% 應該對於一般非商業用家來說是更加吸引的 這個新的RT660AX會是針對家庭用家 以及作為Match Wi-Fi的捷點去使用的 如果你是比較大的辦公室 你就可以只買一部RT660AX 然後其他分機就用RT660AX 會更加低的 這樣就不需要全部機器都用RT660AX了 跟貴一點的RT660AX相比 RT660AX基本上就弱化了CPU RAM 然後由6600AX可以容納到更多Wi-Fi裝置的 三頻變成雙頻 簡單來說就是可以駁到的裝置的上限減少了 其他都是沒有太大分別的 但這些硬件配置對家庭用家 以及一些只有幾個人的中小器來說就已經很足夠了 外觀上沒有外露天線的設計 我覺得真的很像一塊石碑 跟6600AX一樣都是一個RAMPOP加四個RAMPOP的組合 其中一個RAMPOP會是2.5GB的插口 可以轉換成RAMPOP的 也同樣會有得PS的就是開關Wi-Fi的實體按鍵 以及一個USB插口 而這個USB插口是在側面而不是在後面 我是覺得有點奇怪的 現在買Synology router會有四個選擇 新出Wi-Fi 6的RT660AX WRX560 以及以前Wi-Fi 5的RT260AC和MR2200AC 首先 660AX的話就是因為它的眼鏡比較強 它可以承受最多裝置的連接 適合用在例如餐廳之內多人的商業場所 又或者你要用Raha做e-can server的話都會適合用660AX的 新出的WRX560基本上就是適合所有人去用的 獨立一部機去用 又或者作為MeshWi-Fi的分機用都不錯 而舊的RT2600AC和新的WRX560 兩隻的價錢相差太近了 只不過是差兩百元左右而已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 skip了RT2600AC直上WRX560 最後MR2200AEC會是目前所有Synology router之中最便宜的選擇 一千元之內就可以買得到 會適合用來滿足一些最基本上網的需求 又或者用它去做一部便宜的MeshWi-Fi的分機 但是它的Wi-Fi信號就不太穿腦腸了 它的Wi-Fi信號只是覆蓋到一間房間而已 另外就是要注意 MR2200AC只有一個LANポック而已 所以如果你家裡有好幾宗東西要插上網線的話 我建議你直上有四個LANポック的WRX560 畢竟你另外買一個Switch插上網線也要加幾百元 如果你在兩部MR2200AC和一部WRX560之間考慮 而你追求的是Wi-Fi的覆蓋而不是速度的話 我建議你買兩部MR2200AC 而不是一部WRX560 因為你增加Router的數量是比你買一部 有很厲害的Wi-Fi天線的Router是更加有效的 在用Synology router去組織這個東西上 如果大家已經有Synology router想做擴展 又或者想換Router的話 Synology是有一個List去跟大家說要用什麼型號去做主機 什麼型號去做分機 主機的意思就是說網絡來源的位置 代表你會插Modem的Router 如果你是用旗艦機的List去做主機 那你用哪一部Synology router都可以做分機 選擇會比較多 相比之下你買MR2200AC 你想組織Mesh的話 就只可以選同一部機去做分機 將Synology router組織一個Mesh Rafa Network 很簡單 首先設定好Mesh Rafa的主機 然後打開六位遊戲的管理界面 你加一個Router進去做分機就可以了 而你在手機APP上面都可以做得到 上面會有指示幫你完成整個過程 所以應該一般不會遇到什麼困難 就是記住如果你先前已經設定好這部分機 在做一個獨立的Router的話 記住要重新設定 Mesh Rafa也已經不是說什麼新的東西 我相信在看這段影片的大家都已經有聽聞過 基本上就是可以幫到大家用多部Router 擴大WiFi信號覆蓋的一種技術 不單止可以統一幫所有Router做管理 例如說是把所有Mesh Wi-Fi的Router 都統一改WiFi密碼 現在重要的是用WiFi的電腦電話器 可以懂得自動支援去到速度進一支快的Router上面 在這裡我順便補充一下 我幫其他人安裝Mesh Wi-Fi的經驗 第一就是Mesh Wi-Fi的主機和分機之間 如果可以的話最好是有線連接 有線永遠是最快和最穩定的 特別是跨流程的時候 就是強烈建議Router之間用有線的連線 第二就是如果非不得以用無線的方式的話 就要好好考慮一下主機和分機之間的位置 你要當它們是一盞燈要互相照到對方 中間最好不要隔著任何東西 例如說是這張長方形的屋 如果我只擺一部Router在右邊的話 左下角的房間就可能收不到WiFi信號 又或者連線的品質不夠好 所以這個時候就要加一部分機放在這裡 這樣你在左下角的房間用WiFi上網的時候 數據就會先由主機傳到分機 然後就由分機轉化來給你 這樣就可以用最少Router的數量去做到傳統覆蓋 而兩部Router之間 就算不插上網線都不會對速度有太多影響 如果有多一點預算的話 就可以增加Router的數量 將第三部Router經上網線安裝到房間裡 當然如果你在將Router放在剛好中間的話 就可能不需要第二部機去砌Mesh 但是一般我們的擺放位置 都是很受我們的網絡來源 即是Modem的位置所影響到的 畢竟Router是插著Modem的 又或者台語人叫數據機 我知道這個新Router推出的時候 大家最關注的就是 它的WiFi覆蓋能力比起貴一點的6600AX 是相差多遠 因為大家應該都會覺得有天線外路的Router 但是比起沒有天線外路的Router是比較好的 我就在家裡將這兩款Router分別放在同一個位置 然後我會用i-perfect測試MacBook和NAS之間的速度 結果分成近距離和遠距離 在遠距離的測試裡我更加會關上房門 結果很有趣 沒有外路天線的WX560的WiFi速度 是比起有外路天線的R660AX還要稍為快一點 所以大家是不需要擔心Router的成量 是因為沒有外路天線而減弱座的 RT660AX的單機連接速度雖然會慢一點 但是因為它的眼鏡性能更加強 所以會做到整體更大的數字會吞得很涼 也可以駁到更多的裝置 我也試了一張RT660AX和WX560 組成了一個Mesh之後的速度 RT660AX會做主機 然後WX560會做分機 兩隻之間是不會先駁上網的 這是電腦已經駁了分機之後的測試 結果是體現了RRX560A的一個限性 下載速度反而是慢了 因為RRX560AX是一個雙頻的WiFi路線線 所以它的WiFi只有一個5GHz和2.4GHz的頻道 而作為WiFi信號的中介器 它雖然同時在5GHz這個頻道處理數據的收法 所以就超過了這個頻道 限制了它的速度 如果想突破這個限制的話 最簡單就是將這兩個軟體用上網線駁在一起 在主機的LAMPORT和分機的LAMPORT上 但是 如果你對於這兩個軟體互相插上網線是有困難的話 而你又真的很想要一個更快的速度 主機和分機就要用回三行的6600AX 因為6600AX有兩個5GHz和一個2.4GHz的頻道 所以可以保留一個5GHz的頻道 專門去做數據的接收 然後另一個5GHz的頻道就專門做數據的傳送 就不需要好像RRX560一樣 又要做數據的接收又要做數據的傳送 最後我亦都幫了Router去做一個Synology SSL VPN的速度測試 我自己是非常喜歡Synology SSL VPN 因為在設定和連接上 比其他VPN協定要簡單得太多了 肯定要比L2TP選 希望今年會有一段廣線的SSL VPN 但我發現以前在RT6600AX的影片中做測試出來的數據 是有些問題導致測試的結果是很慢 原來RT6600AX的SSL VPN速度是可以去到300Mbps以上 即是大約37Mbps以上的速度 比起我以前測試出來的數據快很多 應該是我以前有什麼設定做錯了 或者經過軟體更新之後收復了一些錯誤所以快了 而WRX560的SSL VPN速度可能會慢一點 但都可以去到200Mbps以上 即是25Mbps以上的速度 感激了國內Channel Runway的支援 總括來說我覺得這款新路由器是非常適合上市 Synology Wi-Fi 6的路由器 但又是因為6600AX是太貴而缺步的人 對比起貴價的6600AX WRX560只是減少了一個硬件 在軟件上的功能是完全沒有刪除到的 之前提到的VLAN 加進加務全部都有 $1800這個價格是一個比較容易入口的選擇 唯一我覺得要改善的就是它後面插線的位置太窄了 要拔一些上線是有點不方便的 如果你對Synology Wi-Fi的系統功能 以及貴一點的6600AX是感興趣的話 可以看看我放在片尾和置頂留言的影片 這裡是腦控 我們下一段影片再見了 下一段影片應該會是說 作為一個用了近20年的Windows 用家 轉了用Mac機是什麼感受 讓我們的話 你們下次 ね